功夫了,杨涅饼 您吃过用披萨做成的足球吗? 因应世界杯足球赛的热潮 有餐厅业者突发奇想 把足球形状的灵感套用到了披萨上 要让操客不但吃得到食物的美味 还可以享受视觉上的饗宴 吃过利落赶着面皮 要让披萨饼皮Q弹 基本功夫少不了 接着再放上炒香过的香肠 培根,腥肌和起司 接着盖上涂抹过竹炭粉的饼皮 就可以送进300度的烤炉中摇烤 时间一到被烤得圆滚滚的足球披萨 就可以上桌 除了外足鸡丁 知道足球披萨味道如何 它饼皮很酥脆 然后切下去的时候 还有崩开的感觉 所以这个饼皮搭配里面的内馅 感觉起来还蛮新鲜 创意料理还有这道松露温泉炖饭 将牛干菌 综合菇 意大利米和松露鲜奶油 洋葱一起炖煮 最后再放上一颗温泉蛋 就大功告成 因为它上面有配那个温泉蛋 所以整个口感吃起来是很划纯的 另外还有用隔离 干贝 虾仁和白酒蒜末奶油一起拌炒 组成的明太子海鲜意大利面 氏足在正康融入各种元素的创意料理 除了要提供韬客口感上的层次 也要有视觉上的惊奇 才能让人恶物一息 这张帕李晨佑 台北部导 金曲歌网照缠 再开金嗓献唱 这张帕李晨佩奥